寶可夢風潮席捲全台 尤其是北投公園 最近天天人滿為患 三不五時上演人體海嘯奇景 大夥拔腿狂奔 就是為了抓稀有怪 不只交通堵塞 滿地的垃圾 更讓清潔隊員疲於奔命 我們出動了大概有 總共兩個班 有八個人士來協助公園區 一天至少要清多少 一天跟公園處 將近兩百包的垃圾 後面有公車位撞到你進來 快點 謝謝 謝謝 感恩 感恩 我非常歡迎大家來這邊抓寶 但是我希望給我們北投人 一條回家安全的道路 人潮湧進北投公園 除了衝擊當地交通和環境之外 太多人同時使用手機 打怪尋寶難免會卡卡 凱波大寬評 陽明山有線電視總經理王建文表示 為了讓民眾享受高品質的網路服務 特別和科技公司 與溫泉業者合作 免費提供兩個Wi-Fi熱點 登入後就會出現提醒標語 希望大家抓寶之後 也能順手抓垃圾 除此之外 科技業者也提供250萬的機器 可以讓300M高速上網 更能發揮廣播效應 市區的話 人數一多 它會產生Lag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們用這個光纖網路 分享 share出來的話 它就比較不會說有產生這個Lag 那再加上我們機器的一個導流分流 能夠讓玩家在抓寶的時候 能夠更加的一個通順 自從寶可夢上線以來 北投公園已經開出250張交通罰單 垃圾清運總量更達上百斤 凱坡大寬屏 陽明山有線電視總經理王建文表示 歡迎大家使用凱坡大寬屏 提供的免費無線網路 踴躍來抓寶 但為了自身安全 一定要遵守交通規則 還要做好國民義務 維持環境清潔 別讓抓寶聖地成為當地居民的夢魘 凱坡大台北書會新聞 游祥廷採訪報導 提供 可能 個人 san 維持晶 停